是个推销高手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衣服设计得好 这算什么 没见识 什么 什么没见识 不过某人今天才卖了134单 还不到莫总的一半 不可能 你们等着看 明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识理 还在工作呀 吃点东西吧 放这儿吧 红水要流下来了 快点吃一点吧 我亲手做的 我知道你辛苦了 不辛苦 莫子欣才辛苦 吃醋了 怎么可能 莫子欣算是跟我隐私成比 那既然不辛苦的话 我就端走了 我都做了 不吃浪费 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的 本来总裁店员就是个噱头而已啊 没有一定要整个高下 我既然答应要帮你 就肯定要帮你做到最好 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输过 输个情敌 那你继续工作 我先睡了 嗯 你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觉得这件衣服 无论是版型还是款式 都是非你莫属 好的 喂 那我呢 这件衣服怎么样 帮你看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不要急 不要急 对 不要急 好开心啊 我觉得两件都适合你 可是这两件一模一样嘛 你可以一件留在家里住 一件留在公司上 方便你换洗 那我两件都买 能给你拍张照吗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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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觉得我们要庆祝一下 没错 我决定 给我涨工资 请大家吃大餐 好吧 干嘛呀 帮我刷条裙子呗 在隐私辰下面 你 帮隐私辰作弊 隐私辰他不喜欢输 干杯 来 干杯 首先 我要祝贺我们C.C. 越来越红火 还有就是欠你们的利息和分红 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的 我觉得我们离发不远了 莫总 我敬你一杯 我也这么敬 谢谢你替我照顾我的太太 顾兮兮 不客气 我照顾他 本就是出于对朋友的情意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我作为西西的丈夫 还是有义务要替他表示感谢 不过感谢归感谢 如果以后真的有一天 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候 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彼此彼此吧 今晚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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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小姐是嗎 是 您找 你不是想知道顧兮兮的事情嗎 我可以告訴你 就這些啊 這還不夠啊 對了 還有這個 我本來覺得這個本子挺好看的 這麼老不要了 沒想到 裡面是顧兮兮之前的日記 您好 這邊請